大家好,我们这一期讨论两位大妈 一位是北京的大妈 一位是咱们上海的大妈 那么都是在公交车上 那么北京和上海是咱们中国 那么是最大的两个城市 那么这两位大妈的言行 实际上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 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的文化 文化差异 那么当我们说文化的时候 我们可能很多人 可能眼光只是盯在上层 你比如说是 我们说精英层 包括政府的层面 包括学术的层面 包括企业家 实际上来讲 代表一个社会 它的文化的不在上层 而是在基层 真正能代表一个国家也好 一个社会也好 一个文明也好 一座城市也好 真正能够代表它的文化的 恰恰是在最基层的 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原文 那这两位大妈 他们是来自基层 就是相对上海来讲 相对北京来讲 来自最基层 因为他们都是坐公交车 我想坐公交车的 应该是来自基层的 那么精英层很少去坐公交车的 那么北京大妈 北京的公交大妈 什么言论呢 他当时是因为别人没让座 没及时给他让座 他就生气了 他说我是北京人 那我是正黄旗 我在二环以内 那么你们这个外地人 太讨厌 我一看你就像外地人 那么他是以北京人自居 首先有个北京和外地人 还有一个 那还不算 他还说自己是正黄旗 那么这又代表什么 就是北京人 那他是咱们的首都 对吧 那么正黄旗是属于清朝的皇家 皇家的这种特权人士 实际上这位大妈 他是有一种优越感 北京的优越感 他是基于皇权的 基于政治中心的 用现在的话讲 政治中心 就是我们的首都在北京 我们的最高领导人 他办公的地点是在北京 那么他是 当然北京也是基于这一点 尤其是现代的北京 基于这点 获得了相当的这种资源的优势 而且形成了这个垄断 我下面会讲 就是他是有一种地区的垄断 地区的这种特权 所以这个 这个大妈呢 他其实是一种 这个邪黄自重 这个黄是皇家 那么也就是政治中心 那么 邪黄自重 那么 我想这个能代表北京的一个文化 邪黄自重 那上海的大妈呢 也是在公交车上 好像是没有戴口罩 那么 包括警察让他戴 也不戴 然后他说什么 我是美国人 我是美国人 你看这两位大妈 他其实都是有所仰仗的 这是北京大妈所仰仗的是皇权 皇家的这种威势 那么上海大妈呢 他不是仰仗皇权 他仰仗的是洋人 外国人 美国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么 我们看看上海的历史 我们就会知道 这位大妈 他的言论实际上是代表着深层的上海的文化 那么上海其实就是成为一个 这个我们中国啊 有营养力的这种大都市 他恰恰是在什么时候 恰恰是在 就是说 就是西方列强来打入我们中国之后 我们知道 我们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是什么 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就是 勒令就是什么 开放这个口岸 其中最重要的口岸就是上海 所以上海呢 他是最早的 就是被洋人所占据的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 就是 租界 就是外国的租界 那么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 那么 就是作为一个 一个城市 对外国开放租界 就是外国的租界 面积最大的是哪里呢 是上海 上海也是最早的 租界是最早的 面积也是最大的 就是外国人直接有一个地盘在这里 我们讲这个说 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半殖民地呢 是因为西方列强入侵我们 他们并没有完全把我们 就是 这个同志 像印度一样 印度是就是一个全殖民地 那 他只是占领了一个局部 占领了一些城市 当然城市也没有完全占领 就是在这个城市里 他有租界 就是这个殖民地的属性 表现在就表现在 这个外国的租界 那就是上海 有外国的租界 而上海又是 我们所有的城市中 外国租界面积最大的 也是时间 就是最久的 我们说英租界呀 这个法租界也好 那么 是因为外国人来这里 那么 那么他又这个开放了 所以这个上海 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发展起来 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所谓的十里洋场 上海叫十里洋场 是洋场 什么是洋场 就是洋人居住的地方 那么 所以就是上海的这种 我们说中国有半殖民地 那么上海的这种 半殖民地的这种特征 就是在全国又是最最强的 那实际上来讲 上海 从经济上来讲 他也是受惠于此 也是因为这种半殖民地 那么这个在让上海迅速的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城市 尤其在经济上 他超越 他成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 所以呢 那么我们看这个全球有一个现象 我以前也讲过 我们会发现 就是反而是一些 就是沦为外国殖民地的地方 殖民地的地方 这些殖民地 他对这些殖民者 对西方列强 他不但没有这种耻辱感 不但没有这种历史的这种耻辱感 反而对这些 这个殖民地感恩戴德 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印度 我们的印度是 直接的被西方 被英国统治了这个200年左右 而且是一个公司 叫东印度公司 因为发现这个印度 对英国 他没有任何的仇恨 没有任何的这种 他也不认为是个耻辱 他不像中国 我们认为我们是半殖民地 我们觉得耻辱 但是印度没有这种耻辱 就是所有的殖民地都是这样的 他没有像说 中国我们百年耻辱 他没有 无论是印度也好 像菲律宾也好 菲律宾是被美国 还有非洲的一些国家 他没有 他对这个殖民地 反而有一种感恩戴德 像英国的话 他反而认为感谢英国 英国把先进的文化带给他 那么包括我们中国的香港 我们现在非常讨厌香港 为什么香港有这种文化 我们叫港独 香港是一个全殖民地 香港和上海还不一样 香港是直接就是被割让了 完全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他没有 就是香港本地 他完全是一个殖民化 他的这种殖民化和印度是一样的 他反而对英国有一种感恩戴德 那上海的话 它是一个半殖民地 因为他的殖民地属性 相对于我们中国其他地方 他要强烈一些 所以其实上海的文化中 骨子里有这种 就是这种这种殖民地的属性 就是对 就是反而对这个外国人感恩戴德 包括现在的邪阳自重 那么这个大妈 他有这种思想 其实是上海深层的 我们说啊 我们说就是说 剪掉头上的辫子容易 剪掉心中的这种辫子难 那么上海在这些 就是实力洋场期间 在成为这个国外的这个租界地的期间 那么他形成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思想 我想不是短期内 可以就是彻底消除的 我想而且呢 我们改革开放后 我们又一次的学习西方 尤其是学习美国 那么可能会 让这种原本就存在的这种 这种殖民地思维 可能死灰复燃 所以导致这个基层的大妈 他有一种很深的这种 邪阳自重的心理 我是美国人 我就有特权 就是他的逻辑就是 我是美国人 我有特权 那无论是北京大妈 还是上海大妈 当然我们现在 我们看起来似乎是很可笑 就是怎么可能 还有这种思想呢 但是我就是 他是来自最基层 他某一种程度上 是代表深层的东西 那么无论是北京也好 还是上海也好 其实作为我们中国 两个特大的城市 他们 他们就是优势在哪里 就是什么 有一种资源垄断 其实北京大妈 上海大妈 他其实所凭借的 也是一种 就是有一种优势的 一种特权的一个地位 用这个经济学的术语 就是什么 租借 就是什么 寻租 寻租 特权 垄断 那事实上来讲 这个上海和北京 作为两个 这个特大城市 他相对于全国来讲 确实拥有地区 垄断的这种地位 他确实有一种 特权的地位 那么 我想北京的话 比如说 我们说北京的一个垄断 我们最典型的一个 就是教育资源的垄断 对吧 好的大学 北京比其他地方多 高考容易 对吧 这高考现在是高考的季节 那现在是越来越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高考教育资源的 分配的不平等 就是大学 好的大学 那么 这个分布的不平 不平均 那北京显然是出于垄断地位 上海 要次一点 但是他也 想也有名校 对吧 那么这是一个垄断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 这个 就是相对来讲 有这个区位 上海包括南方 为什么会先发展起来 他也有一个区位的优势 就是因为出于沿海 那么海上航行 港口是比较方便 这也是一种垄断 那么 那北京的话 他有一种 我们说政治中心 就是一种皇权 传统上叫皇权 就是他是一种政治优势 他也是一种 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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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特权的地位 那么北京和上海 有一种特权的地位 那么最直接的表现是吗 就是户口 就是户口 那么说到户口的问题 我们我们就要 说说一个基本的事实 我们第七次人口扑杂 结果出来了 那么里边有一个很 很重要的数据是什么呢 就是流动人口 而且这个流动人口 他还不是说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真正的流动 他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我们的城市 我们现在讲城市化 城镇化 我们最近几年的城镇化 这个提高的很快 那么你譬如说 那么在2010到2020年 我们新增的城镇化人口 多少呢 2.3亿 2.3亿 但是呢 这里边有1.5亿 1.5亿是流动人口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常住在那个城市了 但是没有户口 他可能也许 甚至已经买了房了 已经在北京买了房了 已经在上海买了房了 但是他没有北京的户口 没有上海的户口 他也被称作是流动人口 那实际上他是常住 北京和上海的 因为他工作的地点 就在北京和上海 这种人有1.5亿 他常住在城市 但是呢 他没有户口 那么 这是 2010到2020年 就是新增的 就是新增城镇人口 2.3亿 那么其中1.5亿 是流动人口 占比多少 66% 那么 总共 我们总共有多少 这种流动人口呢 是3.8亿 3.8亿 那么这3.8亿 那他是城市的常住人口 常住在城市 但是没有户口 那么 统计前来讲 他是被算成城镇户口的 那么 算成是城镇的人口的 就是已经是被 这个统计在城镇化率 我们城镇化率 但是他是没有当地的户口 他是流动人口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 这种局面呢 就是户口的问题 那么户口问题 最管的 最严的是哪两个地方呢 就是北京和上海 就是北京和上海 那么为什么要控制那么严呢 显然是有资源垄断的 对吧 我既然控制那么严 显然是有种垄断地位 我们不管什么原因 但是 那么既然有这么大的 就是北京的户口那么难 上海的户口那么难 那么有相当多的 这个人在北京上海工作 但是他没有户口 就说明这里 这里有一个垄断 户口其实就是一个地区垄断的一个工具 那么 所以这个才是 这个我们说城乡差异 现在已经不是城乡差异的问题 我们以前说城市和乡村 现在是城市和城市里的 常住的非户籍人口 就是流动人口 那么在我刚才说了一下 就是在2010年到2020年 我们新增2.5亿城镇 城镇那个人口 常住人口 但是有1.5亿是没有户口的 是排斥在这个户口之外的 甚至说你买了房子也是一样的 那么所以这现在就不是城乡差异的问题了 就是我们的核心矛盾不是城乡差异 而是什么 而是城市和城市里的非户籍人口 这个差异 就是说城市 这个有户籍和没有户籍的 这个差异 所以我看这个第一财经 就这个问题写了一个报 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 叫这个乡村中国呀 乡土中国已经变成迁徙中国 其实这个迁徙中国还不是很准确 其实很多人口没有户口 他其实已经常住在这个城市了 他只是在这个在户口上 在法律业上被排斥在城市之外 他的就业是在那个城市的 所以这个这里也彰显这种垄断地位 地区垄断 那么这个北京和上海借助户口 来完成这种资源的垄断 然后排斥这种外来人口 那么这是一个 所以说到这里呢 我们应该知道 前几天网上也有一个演讲 这个演讲是哪 是河北恒水中学的 好像是吧 就是他说什么呢 他的演讲是其中有一句话 说我是一个 这个什么农村的 或者乡下的土著 我一定去拱我同我的努力奋斗 对吧 我考上大学 因为他是学生啊 我衡水中学高考是非常有名的 他就讲我是一个农村土著 我一定拱城市的这个白菜 那么这里就说你的这个城市和乡村的问题 其实我我讲了这个这句话呢 很多人专家也是在批评啊 说这个乡村和城市 所以有些人我们城市话已经很高了 还有落后的观念所象征乡村和城市 其实这里不是乡村和乡村和城市 这里已经变成我刚才讲了 一个就是流动人口 一个流动人口和这个这个城市的户籍人口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差异就是你没买到户口的问题 那么这里这是有这种差异的 这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他有事实在在的这种区域垄断地区垄断 尤其是表现在北京和这个上海这两个大城市之上 所以这两个就是 这是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借助户口来去排斥外地人 这是一个事实 他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那他也是在维护一种特权的地位 所以才给北京和上海这些老太太 有一种特权的心理 有一种垄断的心理 特权的心理 有一种这个 就是仰仗某些势力的 仰仗某些特权的心理 那么我们再进一层看 那么当然这种仰仗的 这个深层的这种东西还不太一样 当然这和历史有关 北京的话就是说 我是郑黄旗 仰仰的是皇权 是政治中心 那么上海仰仰的是什么 我是美国人 仰仰的是洋人 仰仰的是西方 那么所以 这个两个老太太的这种言行 实际上能代表一种文化的差异 那么同时来讲 尽管说北京和上海 是两个中国最大的城市 但是我可以要告诉大家 无论是北京也好 还是上海也好 都不是真正的说中国文化的中心 都不是中国文化的中心 中国的文化绝对不是说一种特权式的文化 是一种仰仗的仰仗式文化 无论是你仰仗皇权也好 无论是你仰仗这个外国的势力也好 这都不是中国文化 我们中国的文化是 我们说就像孔孟讲的 是人 就是仁义的人 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义理 其实我们的整个文明 整个社会的基石 就是建立在义理和这个心性的基础之上 我们是讲理的 我们要平良心的 我们不能仗势欺人 我们不能搞特权搞垄断 那么上海北京 它做两个大城市 从地域上来讲 它是有很强烈的这种特权的特征 这里是和中国文化是背离的 是背离的 那么北京的话 很多人会觉得北京是文化中心 它只是说 就是我刚才讲了 教育 比如大学比较多 但是大学比较多 并不代表有文化 大学和多和中国文化 完全是两码事 当然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那么我讲这一期 也是通过基层的大妈 来去说一下北京和上海的差异 那么以及北京上海 这两个特权式的这种文化 和中国文化本身的一个差异 总之吧 我们中国文化呀 我这里并不是想来说 带来这个地区 地区的这种所谓的歧视 我只是想说 就是中国呀 我们内部是有文化差异的 是有文化差异的 那么北京和上海 并不代表中国文化 那中国文化在哪里 中国文化一直是在中原地区 一直是在中原地区 当然我们不展开讲 那么我们明白这一点 我们明白就是我们有区域差异 文化上有区域的一种不平衡 有文化的差异 那么我们说我们文化复兴 我们复兴的是哪一种文化 是中国固有的文化 是我们的毅力的文化 而不是一种特权的文化 我们如果搞不清楚 我们都往北京和上海 我们以为北京和上海 就代表中国 这是错误的 那它是反 就是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恰恰是相背离的 它是违背毅力的 违背毅力的 违背人的本性的 它是仰仗特权 仰仗特权 当然无论你特权的来源在哪里 都是一种仗势 仗势 借助外在的力量 来给自己提供支撑 这是和我们中国文化的 这种相背离的 我们中国文化讲的是 讲的是毅力 讲的是心性 就是本人的心性 人性